今天呢 既然是脑科学的专场了 那我来分享的信息呢 是利用基因信息精准地开发大脑 那么主要是针对健康人的 因为病人再多 他也是在人群中是在少数的 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牵扯到 这个精准开发我们大脑的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的孩子 已经吃了如此的苦中苦 付出了如此大的代价 却仍然被这些从小玩到大的人轻松碾压 这是我们非常需要回答的问题 因为如果是用一句话来回答 那就是因为我们生而不同 每个人都是生而不同的 爱因斯坦有一句话很有名 他说每个人都是天才 但是如果你用爬树能力来评判一条鱼 他一生都相信他是愚蠢的 事实上我们的家长尤其中国的家长 往往做的一件事情是逼鸭子跑步 逼兔子游泳 还美其名曰 你要全面发展 那事实上如果鸭子他就去 你让鸭子去游泳 你让兔子去跑步 几乎不用训练 或者稍微训练一下 他就是觉得是好手 可是如果你反过来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他怎么训练 由于他生来 他就不具备这方面的机能 或者这方面的机能很差 你再怎么训练都是白答 那么讲到这里 我相信大家一定会 脑子里会冒出来 你白了这句诗 天生我才必有用 但是怎样知道 天生我才有啥用呢 现在我们所依赖的 基本上就是教育学家的观察 早期发现一些天赋的 一些潜质 然后加以引导 但是99.5%以上的家庭 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比方说没有足够的 教育学心理学的经验 无法识别 甚至误解天赋征兆 第二个是没有机会 小孩可能没有机会展现才能 第三个是往往错过了 最佳的训练窗口期 就算是你识别出来 错过训练窗口期了之后 那训练也是非常低效的 所以 实际的情况呢 就是里白下一句 千金散尽环复来 我们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 最后呢 往往是回到了原点 什么都没有得到 因此我们急需一种 早期和客观的检测手段 来早期的去发现 最好在孩子出生的第一天 我们就知道这个小孩 在哪方面是有天赋的 那么我们还是从这句诗 天生我才必有用来看 天生这两个字 每个人生下来 有什么决定的 就是由他的基因决定 不尤其他任何的因素决定 因此基因在整个的 我们这个人才 人的各种能力的发展上面 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 一个奠基性的作用 基因是我们每个人的硬件基础 环境是在这个硬件基础上 进行表情试变 而教育则是在这个表情上面 进行一定的软件开发 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 我们往往忽视了 硬件基础的重要性 往往我们认为 我们的教育是万能的 失以足够强力的教育手段 就能够把任何一个人 培养成任何一个样子 但实际上这是错的 硬件基础的这个重要性 我们可以从手机上面来看 你看我用的这个手机 是Type-C接口的 你给我拿来一条 苹果的充电线 根本插不进去 连充电都充不上 弹核软件开发 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 有了这个硬件基础 然后加上表情试变和软件开发 才能够成就我们每个人的 健康的体魄 健全的人格 以及每个人的卓越的成就 今天我将从三个方面 英才师教 英势力道 健康体魄这三方面 来向大家分享一下 目前人们已知的 基因在人才成长和培养过程中 所产生的至关重要的地位 首先 我们来看一下 天赋潜能的识别 有一句话 艾迪生说的 天才是1%的灵感 加上99%的汗水 但是他还有下面一句 不过不是艾迪生说的 是 如果没有那1%的灵感 世界上所有的汗水 也只不过是一种汗水而已 这个话 是美国著名作家 Cindy Myers说的 那我们从世界范围来看 出知名的奥运冠军 是很少有刻骨训练出来的 比方说菲尔普斯 菲尔普斯从小玩到大 从来没有经过 这个严格的 这种非常艰苦的训练 但是人家拿了23块 奥运游泳金牌 稍微一训练就出来了 所有人都说 他有游泳的基因 我告诉大家去试试 如果你没有天赋 训练再刻骨也只有被秒杀了份 那这张照片 是2015年 北京举办的 这个前进底标赛的一个照片 最右边的这个 苏炳天 也是我们技大的学生 他是中国飞人 短跑第一人 你看他 食出吃奶的劲来跑 可是呢 他的对手是伯尔特 你看伯尔特跑得多轻松啊 还能够跑100米的时候 还能左顾右半 非常轻松地就拿冠军 为啥 因为苏炳天跟伯尔特之间 是有基因的差异的 那么在运动方面 很早人们就发现 这个运动天赋 是有家族遗传性的 于是运动方面的 这个基因天赋 就被首先被仔细地研究 其中ACTN3基因 它的这个 577位的这个氨基酸 如果是你携带了 两个等位基因 这一位呢 都是编码的 Arginine 那么运动爆发力就很强 伯尔特就是这种基因型 那另外的一个例子呢 是我 我测了我的基因组 我也是这个基因型 那我的短跑成绩怎么样呢 在我小时候 从小学到初中 我都体弱多病 所以没有人会把我 跟体育这俩字联系起来的 到了高中的时候 我身体逐渐地越来越好 在高三体测的时候 我是从来没有一天的 这个田径训练 在那一天甚至来讲 连准备活动都没有做 直接脱了衣服就去跑 跑出了国家二级运动员 这个层级出来 并且在这个上面 并且在这个层级上 保持了四年 状态好就是国家二级运动员 状态不好就是国家三级运动员 所以我是一个典型的 被这个生物耽误了的 一个田径建疆 如果是 如果我很早 就是我小时候 那个时候就有这个基因测试的话 那我相信我现在应该 应该是一个 那应该没有 没有苏平天什么事了 但是我很遗憾的是 我到大学的时候 我才深刻地意识到 我有这个天赋 但是那个时候在训练引晚了 那么在目前呢 已经证实的 与体育有关的基因行为点 有120个 77个耐力型 43个爆发型 那么右边这里我给大家展示的是 英国23基因耐力型运动员的 领选方案 就是08年公布出来的 实际上他们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那么23个基因里面 如果你同时有13到14个基因 是属于耐力型的 那么 恭喜你 你基本上就可以成为一个 世界级的运动员 那么 精选才已经在发达国家 成为儿童中 领选运动员苗子的标准方式 尤其像英国是世界上最早 广泛开展的这项事业的国家 大家看看 英国就那么点 小的面积 就那么点人 但是每年 奥运会的金牌总数和奖牌总数 跟中国是差不多的 并且他们的运动员训练 根本就不辛苦 随便训练一下 就是可以站上领养台的 这就是因为 他们从小就已经 根据基因的信息 去临选出那些 像菲尔普斯这种级别的这种人 稍微训练一下就OK了 那么这些是偶然的 还是必然的呢 随着现代的分子生物学 和生物化学的研究的深入 他们分子机制 逐渐被人所认知到 比方说 这个线粒体中的某一个突变 它就可以增强 这个在呼吸链中的 这个质子泵的一个效率 所以呢 就可以在单位时间内 产生更多的能量 以供这个运动员的 有氧呼吸使用 这对耐力性运动员来说 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有科学道理的 另外一个 音乐方面 著名钢琴家朗朗 就曾经供下说 这个 学习音乐是非常需要天赋的 没有天赋 在客户也没有用 努力只能帮助你达到一定的水平 但是质的突破 是要取决于天赋才能的 我们来看一个实际的例子 周周 这个非常著名 它是唐氏综合症的幻儿 智力水平非常低下 但是它是无痴自通的指挥 并且指挥了 世界上很多著名的 交响音乐团的演出 你说以它的智力水平 显然不可能去学习 任何的音乐理论和知识的 但是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 比很多 刻苦学习了多年的 指挥家都要优秀 就是因为它的基因好 那没办法 人家爹妈 给了它的基因很好 那么在音乐方面 也已经有大量的 这个基因组学的研究 证明一些基因的突变 会使得这个携带者的 音乐的能力增强 并且在不同的音乐 不同的音乐能力指标上面 是有不同的基因来控制的 说完音乐 那么智商呢 我们曾经以为 智商与基因无关 所以我们一直以来 可以心安理得地 教训我们的小孩 说你看 谁谁谁 人家的小孩 他能够做得那么好 你也是人 你为什么做不到 2014年有两项 全外形自主的研究 得出结论 智商与基因基本无关 但是这些 全外形自主的研究 只测了全基因组的2% 人们认为 是比较重要的2% 剩下98% 其实都没测 而到今年年初的时候 有一项重大的发现 就是随着全基因组测序 的日益普及 人们发现了 基因 决定了你80%的智商 而后面所有的环境 所有的教育 充其量只能 有20%的 弥补 有18个位点 决定了你80%的智商 而这18个位点 全部在外形自主区域以外 也就是说我们 整个基因组上面 被人认识到了 或没有被人认识到的 所有的信息 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里 我给大家列一张表 是一个不完全的表 这是列出了部分 已经有明确基因 关联性的个人能力 这关联度呢 从30%到90%不等 包括各种的这个 推理的能力 记忆能力 运动能力 音乐能力 等等的一些细项 都是有不同的基因 来控制的 而就在这一张 不完全的表上面 所列出来的这些能力 就已经与超过 2000个基因相关了 所以说我们 每个人的基因组里面 运含这么多信息 实际上决定了 我们的生老病死 以及决定了我们的 这个天赋潜能 那么如果我们要 我们能够根据 这个基因信息 就可以做到精准培养 有天赋基因者 如果你完全不训练 过了这个训练的 这个关键期之后 就基本上 泯然众人意 而有天赋基因者 经过少量的训练 就能迅速达到优秀 甚至顶尖的程度 如果经过大量训练 几乎所有带有天赋基因者 都可以达到顶尖的程度 而没有天赋基因者 不训练 当然自然是很差的 经过少量训练 充其量能到一般 而经过大量训练 大部分人可能 还是一般的水平 有少部分能到优秀 但是你几乎 不可能到颈尖的水平 而由于基因组信息 一个人的基因组信息 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之下 一辈子是不会变的 因此一出生 我们如果能够测定基因组的话 就能够知晓 这个小孩 在哪些方面有天赋 于是可以扬仓弊短 轻松快乐成才的 你看看菲尔普斯 人家多轻松 然后呢 因为你从出生第一天 你就知道 这个小孩 有哪方面的潜能 就可以在窗口区之内 进行训练 一般来讲 窗口区都不会超过12岁的 你可以及时地去训练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而且对于那些弱项 如果有必要的话 可以针对性地 进行外部的补强 比方说 用现在的人工智能技术 等等方式 我们可以进行外部补强 于是 无论你的基因是好是坏 我们总有办法 能够让你变成一个潮人 这并不是我在说的 这话是普京今年说的 在就前不久 索其思业新年纪上 普京的原话 而且普京说了 谁在这技术上 取得领先地位 谁就能主导世界 所以 他的逻辑是这样的 如果 每个人都能够依据基因信息 就能够人尽其才 于是就可以为社会 提供大量优质的脑力资源 于是就可以促使 国家竞争力 可以快速地提升 所以这已经上升到了一个 国家之间竞争的 这样的一个国家战略的 城市上面去 由不得你不跟上 好 那么 任何的天赋才能 都必须有足够的心理健康 和生理健康作为基础 才能够支持 否则的话 你再多的天赋 也会崩塌 所以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心理特质 有哪些方面是 需要知晓基因 并且尽情有针对性的 这个干预的 首先 抑郁症 现在以抑郁症 被大家越来越关注 抑郁症实际上是有 很高的遗传倾向的 那么 有多项的研究 已经指出 大约是50%的 抑郁症患者 是有 是这个 是有这个 遗传背景的 那么也 研究呢 也找出来很多的 这个基因 是与这个抑郁症 是高度相关的 那么还有50%的 是新阴性的 他找不到任何的 气质性病变 对于这两种人来讲 是 我们处理方法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 如果是有 这种所谓的 抑郁症基因的人的话呢 研究 会发现 虽然他们容易抑郁 但是他们也更容易沉思 这两者是高度关联的 所以如果你的孩子 有抑郁症的 抑郁症基因的话 在发病的时候 是可以用药治疗的 因为它是有 气质性的问题 所以呢 这种时候 就副作用相对是比较小的 而且呢 我们可以利用它 更能沉思的特点 引导其进行学习 从而获得更好的成绩 把一个劣势 变成一个优势 而如果你的孩子 没有抑郁症抑郁基因呢 那么 每个人都会有抑郁的时候 如果长期抑郁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 你应该做的是 心理辅导 而非常非常谨慎地去吃药 因为很多的药物 在对于这些人来讲 它会造成一个 积极性自杀 就不吃药没事 吃了药反而 一激动就跳楼了 那么这种事情 就在我们那边 是有现实的例子的 活生生的案例 第二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多动症 多动症呢 往往是很多小孩 我们看到他非常顽皮 他注意力不集中 没法好好听课 这是因为他的注意力 转移非常快速 那么研究表明了 多动症的遗传度 高达76% 而且有很多基因 与它是很相关的 由于目前病理上不明确 所以各种治疗方式 都是治标不治本 往往我们采取的 老师采取的是 行为主义的治疗方式 那就是对于那些 不听话 不好不认真的 这些行为 严加责法 反而造成了很多的 这个心理障碍 他不是不想认真 而是他真的没有 那个能力去保持注意力 但所以这些小孩 他的这个文化学习效果 一定会比较差的 你强逼他没有用 你逼他的话 就逼出其他的问题来 但是这些人 在电子经济 和快速处理 大量零散事物上的能力 比常人优秀很多 为什么他转移注意力很快啊 一般人做不了这事啊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空军里面 王牌飞行员 十个有八个是多重症患者 小时候 还有那些能够在国际的电竞 就是电子竞技的 这个大赛上面 能够拿奖的那些战队成员 几乎百分之百 是多重症患者 其他人根本做不到这些能力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对这些小孩 采取特定的 什么特定的一些教育方法 就可以把一些坏事变成好事 人尽其才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身体这个 生理的一些上面的东西 更与基因有关了 如果一个人没有健康的体魄 那么我们谈开发大脑 那不是原木求鱼吗 五本之木 对不对 那么在这里我提几个事啊 就因为这里面 如果真的全讲的话 讲几天几页都讲不完了 比方说乳糖不耐受 这个是中国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 包括中国和日本呢 都是有95%的人 乳糖不耐受 而且呢 全部是原发性的乳糖没缺乏症 都是先天的 就是你基因导致的 在这里呢 给大家看了这一张 全世界的乳糖不耐受的地图上面 中国这一块是最红的 包括中国日本以及东南亚的一几个国家 那么这个乳糖 乳糖没缺乏症呢 它也是有程度之分的 有的是比较轻微 但是有的是比较严重 大概百分之 中国人里面20%是严重乳糖不耐的 乳糖不耐的是进行性的 出生时呢 所有小孩都能够耐受乳糖 因为母乳中就有大量的乳糖 但是呢 到两到三岁的时候 中国日本的这个小孩里面 就已经有10% 明显地显露出乳糖不耐的症状 到七八岁的时候 有87% 那其中20%是严重乳糖不耐 那么有很多的症状 腹泻 腹痛 多痞 精神不症 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呢 其实这些症状 往往会被大家忽视 而在牛奶厂商的 所谓的一杯牛奶 壮大一个民族的这种 商业宣传的误导之下 父母意识到 是乳糖不耐的时候 往往已经给孩子 灌了太多的牛奶了 对于这些小孩 乳糖不耐的小孩 给他过量补充乳糖 会导致 首先是对钙铁心等吸收 有障碍 影响骨骼肾肝肝发育 然后会容易发生感染和过敏 注意力不集中 记忆力下降 长期来看是影响智力发育的 这是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测过基因 有严重的乳糖不耐的时候 那么你就 在养这个小孩的时候 你会注意观察到 他是不是已经出现了 乳糖不耐的症状 如果有的话 立刻要切换 比方说要严格控制 鲜牛奶摄入 不要选用 酸奶和豆浆等代替 鲜牛奶作为蛋白质的补充 还要多吃鱼类和蔬菜 因为要补充钙铁心 第二个方面是钙吸收 钙在人们的印象中 往往就是与强壮骨骼有关的 这个没有错 但实际上在神经活动中 钙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种元素 缺钙会导致骨子疏松以外 还会抑制铁心的吸收 于是制约大脑的发育 而在人群中有相当大的比例 是钙吸收能力降低的 这里面有不同的基因 比方说Focal 1基因 它是可能会导致这个问题的 然后还有像这样的 这些基因都会导致 钙吸收能力降低的 如果你有这样的突变的话 然后就是钙代谢 这个可能大家比较熟悉 有些人是钙代谢比较缓慢的 通过食物和呼吸 吃进去的钙 无法有效地排出来 就会导致钙的累积 久而久之会引起钙中毒 比方说钙中毒会有很多很多的影响 在脑发育方面的话 会造成记忆力减退 注意力不集中 反应迟钝 以至于造成记忆力下和学习困难 而往往来讲 钙中毒导致的智力低下和学习困难 在十几岁 十五六岁的时候 才可能被人发现 很多人终生不会被发现 而在幼儿时期 摄入过量的钙 会导致永久性的损害 以后根本没有翻盘的机会 所以对于钙代谢 减弱的这样的一些小孩 必须要在儿童期特别的注意 格外的注意 要注意不要接触钙 那么经常要去做一下血线浓度的检测 看看是不是已经有 这个钙中毒的征兆 那么他生下来 我给他测了基因组的 然后发现他的ACTN3 也跟布尔特是一样的类型 所以爆发力很强 然后呢测了他线粒体基因 然后也发现他的耐力很强 所以一般来讲 很少有人是爆发力和耐力都强的 但是他这个属于 可能属于一个非常少的例外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这个以后要把他送到田径队去 然后呢 我们还发现他的钙吸收能力是比较低下的 而且在 而且我回想在他早期发育的过程中呢 确实是有一些这样的征兆 那个时候被我们忽略掉了 所以呢 我们从大概约从一岁的时候就开始 他断奶之后对他进行高钙饮食 对他进行钙的一个比较大量的补充 同时呢制定了计划是多做户外活动 那么一个方面来讲会促进钙的吸收 这个维生素地嘛 你是多晒太阳 会有维生素地 这样也进一步地加强这个钙的吸收 然后呢 同时可以发展一下他的体育的特长 他在一岁半的时候就能连续跑完800米 一岁九个月的时候连续跑完1620米 其实他还能跑 但是我怕他真累坏了 所以我就把他抱走了 估计他还能跑 所以这个以后真的很可能是新一代的中国女婚人 然后呢 他在这个基因的分析呢 表明了他的音乐感知能力很强 那么这个他在几个月的时候 就能够辨别和声的情感倾向 和是否和谐 他还不能说话的时候 就能够通过那个 一些语言发声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然后可以非常精准地来寻找到那些比较和谐的和弦 我跟他谈一个他就可以找出来 然后呢 他对色彩很敏感 实际上在他拿起画笔之前 我们就已经有这样的结果了 然后呢 看到这个结果之后 我们就想 他在绘画方面会不会 在美术方面会不会有一定的特长 然后呢 确实发现他对色彩极其敏感 是同龄人中几乎是没有见过的 他的作品 他在涂鸦的时候 我让他自主地去选择颜色 他的作品的配色和声色可以达到专业的水准 就在达到美院入学的时候那些学生的水准 因为我以前职业搞过这个电脑美术的 所以我还是对这个方面是比较专业 然后呢 我们就发现他对这个形状的记忆会比较差一点 但是呢会对色彩非常的敏感 这个比较符合印象派的这个倾向 所以呢我们专程去带他去看了末奈的印象派画展 一般的小孩在那个展馆里面 一般小孩看一看就走了 看一看就走了 因为觉得没什么好玩的 但是 但是这个 我的女儿呢 在那个展馆里面就是怎么抱不走的那种 特别喜欢 特别投入 然后特别能够去欣赏这些印象派的 因为都是一个颜色 都是颜色 所以呢 当然现在他也四岁不到 说有多高的这个成就可能也算不上 但是我相信呢 用这样的一些方式 他的成长之路上面会开心很多 会少很多的痛苦 不必要的弯路 而能够轻松的 能够发挥他的特长出来 好 所以呢 我的今天的这个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如果说能够早知晓 精准的基因信息 就能够不错过一个天才 也能够给我们每一个孩子一个美好的明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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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